我們要進去買製服啦 嗨 我們今天要來分享在泰國的一日花費 你打算來泰國讀大學 或者只是來這邊的語言中心學泰文 或者是你被外派到泰國 蠻好奇說就是在泰國這邊大概的花費怎麼樣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統整的 還有交通跟一點娛樂的費用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我們去那邊看看吧 學校有很多自習的空間 然後你就可以趁空檔的時候去那邊看書 它這邊還是有咖啡廳喔 還有珍珠奶茶 在裡面可以吃東西的 現在是中午12點 然後我們就是帶大家來我們學校的學餐去吃飯 這家是我最愛吃的海南雞飯 但是我喜歡點烤雞 啊喔 呃 改樣喊 今天點我超愛的烤雞飯 它還有吃飯 我超愛吃這個 我跟你講那一家是海南雞比較有魚 可是我後來都點烤雞 這樣子多少 我跟你講太誇張了 只要三十塊 有湯又有肉 還有菜 今天就是去點自助餐 喔自助餐 然後它有很多菜色可以選擇 你點兩道嗎 對就兩道 一個飯然後兩道菜 你這樣多少 你們猜 這樣只要三十塊 拜 拜 我們現在到 那為什麼要帶大家來 這是離學校附近 坐摩托計程車 大概五分鐘以內會到的一個 BIGC商場 那如果大家就是在泰國生活啊 可能就會需要買一些生活用品啊 就可以來這邊採買 帶大家去看看裡面有哪些東西 那這裡還有就是電子用品區 房間可能會需要一些這種儲物櫃 或者是垃圾桶 洗衣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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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介紹這區水區 因為在泰國啊 大家都蠻習慣自己買這種包裝飲用水 回家喝的 他們水喔 很多選擇耶 你們可以看到 超多選擇的 因為他們每一個水的品質嗎 就是 不同牌子的會有可能不同訴求 有一些可能 喝起來有些人會覺得有一點味道 然後有些人覺得說 喝那個是比較 顧皮膚啊之類的 有一些礦物質 因為就是大家可以自己來試試看 喜歡哪一種水 對 然後就一次就直接扛一大桶 然後你可能坐計程車回家啊這樣子 接下來這區必來的 學生最愛的泡麵區 不知道要吃什麼就吃這個 啊這個這個這個 我跟你們說這個 鹹蛋辣泡麵 大家超愛 這款推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沙向你都吃哪一款啊 這款嗎 對 這款是什麼的 豬肉的 豬肉 豬肉口味的 好吃嗎 嗯最簡單的味道 它會辣嗎 對 它不會辣 不吃辣 不吃辣的人 可以吃這個 可以吃這個 還有一個我跟你講 不吃辣的我推薦的 我自己買一堆 這個 它是什麼 有點像 米粉 米粉湯那種 就是清淡口味的 這我也蠻推的 喔泰國這裡有一個還蠻特別的東西 就是這個 這個應該算是叫做泡粥吧 它裡面就是有粉 那你加水它就變成粥 當早餐好像還不錯 蠻方便的齁 聽起來我在觀光客最愛的零食區 你們在網路上看到大家推薦的 必買的這邊通通都有 就是你如果有機會來泰國讀書 就每天下課有空就跟朋友來這邊逛街 好可憐 現在來到了MK 那我先教大家怎麼點餐好了 就直接看一下這個螢幕 然後呢它其實就有分很多 就是它有拼盤的 然後也有飲料啊 一些單點的 對就是單點的 然後這點心嗎 這也很多可以選擇 你看我們桌上幾乎我們還堵著 超大菜盤 還有他們的麵 就是這個綠麵 它這個麵很有 對 它這個麵可以配著 它有那種可以配著鴨肉的那種 一個小小的套餐 那是冰淇淋吧 像有 像有 裡面有一點 有包芝麻的 有內餡 有芝麻的 還有鹹蛋 鹹蛋黃 然後還有芋頭 你吃飽了好開心喔 我們今天的花費就是這裡 大家覺得怎麼樣很貴嗎 可能我覺得還蠻多人都會覺得說 對曼谷的印象就好像是 其實這裡物價很低 可是我覺得還是要看地區 還有看店 我覺得不一定 像是其實我 Seven的話 的確是蠻低的 不是很貴 路邊攤我也覺得路邊的小吃 也算蠻平價的 可是如果說你是到百貨公司 或是商場的餐廳 我覺得價位就是中等到比較高 再來就是交通工具的話 交通的話其實我覺得在 曼谷算是一個 比較 花費比較高的 交通的部分我覺得 就貴蠻多的喔 像我們剛剛搭摩托計程車 可能才 大概幾分鐘 大概三分鐘 就30塊 對 然後這裡的捷運啊 我覺得稍微有點貴喔 可能我搭MIT是地鐵 那一站的話是16塊 兩站好像就22 再多幾站可能就達到三四十 那SASHA的話你是搭 我是搭BTS 你是空鐵 空鐵又更貴耶 第一站起跳也是16 然後第二站也是好像22塊 然後像我的話 因為我現在蠻遠的 所以我要搭15站 所以呢 我要搭15站 然後 所以 最高好像最高就是59塊 我就是那個59塊 好貴 然後你來回 對我就這樣來回 一天交通就100多 對 這裡的交通其實真的便宜 我一天的交通費大概也是 80幾塊 交通方式有蠻多種 但是 泰國是一個貧富差距很大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直接從他們的交通工具的選擇 跟他們的 嗯 收費 可以感覺 很明顯的感覺到這一點 就是比較便宜的交通方式是搭船 還有搭公車 或者是搭麵包車 那船的話 船票大概十幾二十塊 公車 七塊 到十幾塊 看有沒有冷氣 嗯 再來是 嗯 麵包車 麵包車起跳價可能十塊到 三十塊 看距離 但是機動性也比較高的 就是機車 機車的話 基本上都是 二十塊起跳 上下班時間 然後很免費的話 我跟你講捷運你也上不去 對 所以在曼谷其實 機車是真的是最方便的 真的真的 但是我覺得也不是說很便宜 像我搭如果說 搭個十分鐘左右 到十五分鐘是一百塊 或是你可以搭計程車 起跳價是三十 對 那關於今天花費啊 大家覺得有沒有很貴啊 其實我覺得 今天的花費好像 跟我們平常 會花到的錢 好像差不多 我們今天吃的這餐MK 可能比較 小小的 高價位一點 對啊 其實平常我們早午餐 就是這個 大概就是這個 這個價格 嗯 那我們 今天影片的分享 就到這邊囉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哦 我今天都說好壞喔 哈哈哈 哈囉 跟大家說哈囉 看到這個 對